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短硬體的組合 其實你要做到我們剛剛那樣的情形 要一千塊嗎 不用 要五百塊嗎 可能要 大概是五百到一千 那這中間就看你缺什麼 缺什麼就好了 那麼如果你本身就有所謂的筆記型電腦了 那最簡單 因為筆記型電腦裡面有無線網路 有喔 對不對 那就解決了 所以你頂多有一個要花費的就是這個舌管 舌管便宜啦 大概就是一兩百塊到三百塊 看你買的 好 看你買的 那我剛好跟老師提過就是原則上的話 舌管是用剛剛那種就是鋁管的 會好一點點 那因為它本身有這個大的夾 有沒有 這個頭 所以你夾手機應該在超過五吋 像這個是五吋的 當然夾得出來 五點五可能就要稍微比較用力一點 比較用力一點 那最重要是因為它下面還有一個什麼 它的這個下面還有一個那個夾子 所以說你比較方便的可以去夾住 可以去夾住 那就這個花費而已 那麼如果您是PC的 PC的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接什麼 有線的網路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您就需要一個東西啦 就是這個 你看 我要給你看就很難看了對不對 接著 好 欸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對焦對好對不對 怎麼辦 下面叫它對焦 保持自動對焦 這樣有沒有對焦了 有齁 所以下次 視力不好的時候 好 我是說那個手機視力不好的時候 記得叫它對焦一下 呵呵 欸 因為它對錯的地方了齁 好 所以你需要一個無線網卡 那請問無線網卡多大 這麼大 盒子很大 但是這個事實上就這麼小 那為何讓你看一下 來 有沒有人老師願意猜一下 可以嗎 有沒有人老師願意猜 打開就你的 喔 你們好現實喔 開玩笑 來來來 我們這次主要準備三個 但是這是兩場三個啦 本來要買四個啦 但是那個去賣場 告訴我三個而已 我就只好跟他拿三個 好 那為了讓老師看清楚他怎麼猜 我就轉過來 有沒有 大家看著他 老師你等一下走出教室 一定要 呵呵呵 開玩笑 來 我再對焦一下 老師自動對焦 有 好了 這樣有沒有看到他拆除的現場呢 好 謝謝老師 那麻煩老師你把 等一下拆完之後拿到我們這邊一下 為了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我把焦距再拉近一點 這樣有沒有看比較近一點 老師你不用過來 你人的面子就好了 老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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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問一下 用手機沒有那個卡還在用嗎 你覺得呢 iPhone不要拿來 iPhone就丟掉就好了 iPhone一定要有卡 可是那如果對嗎 Android的不用啊 要連線 不用卡啊 你要卡幹嘛 要連線 又連線要幹嘛 不用啊 空機就好了 對不對 對對對 空機就好了 對對對 因為我們的手機本身就有什麼 無線網路啦 對不對 我們手機都可以用啊 你如果怕 怕我的設備有什麼不一樣 你可以把後面打開 我裡面什麼有卡 對對對 等一下我們那個APP 那邊會用老師介紹一下 好 老師 你展示一下了對不對 這樣跟他拇指一樣大可以嗎 這樣都有看到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那無線網卡就這麼小 老師不錯 他還有做那個比例 我可以再拉近一點 有沒有 再轉過來一點 你看 這樣有看清楚了吧 這樣我都不走過就能看有了 開玩笑 事實上就是類似像這樣 那因為我現在把那個解析度調比較小 所以你會覺得說畫面會稍微比較差一點 好 這樣不錯 你看 拆個東西賺兩百多塊 三百塊 也值得嘛 老師 這樣可以 好 謝謝 所以下次延期最好的方法 就準備好多一點禮物 這樣大家都很有興趣 好 那所以這個是在我們設備的部分 大概的組合是像這樣 那麼硬體的解決了 我們就要來看軟體的部分 好不好 來